屏東縣政府發行的屏東本市記刊 從去年夏季全新改版後 廣獲讀者好評 編輯團隊在每一期 用不同企劃挖掘有趣或深度題材 從封面 主題內容 書寫手法到精美編排 以超乎傳統官方基本規格 進行製作編輯 翻轉公布門美學 而最新一期的夏季號 更於改版中年之際再升級 特邀出身屏東潮州的林佑佳 擔任封面人物 深入分享親子共度經驗 並由國際時尚雜誌 知名攝影師林科成掌進 兩人都是屏東土生土長的子弟 那這一次的屏東本市 當然封面我想大家都很知道 也很清楚的是我們屏東的子弟林佑佳 所以這一次也謝謝佑佳的幫忙 那給我們屏東本市 這麼大的一個亮點 那當然在整個屏東本市 在訴說的其實是屏東文化的 這些所有的一二市 那屏東本市在裡面在講 屏東文化的一些內容 包含人 事 物 那裡面不管是這個風格的瞬間 或者是晉級的職人 我覺得都很充滿人味 我們屏東的這個人情還有文化 透過這些職人的這個角度 去把它呈現出來 文化處表示 屏東本市除了實體刊物也同步推出電子書 且榮獲文化部第43屆金頂獎 優良出版品推薦 夏季號也陸續送達各個索月點 歡迎讀者前往索取 我們現在目前屏東本市 我們現在的發行大概是一萬冊 那在全台灣這個文化的場域都可以拿得到 包含很多的書店 很多各個縣市政府的這個文化中心 那當然屏東各個文化處的這些管設 還有獨立書店其實都可以拿得到 那從過去這一年來 我們只要一發行幾乎都是秒殺 這一期屏東本市文化處以 作惠特製為特級企劃 不只有即將啟用的屏東縣圖 開箱搶先看 建築師現場導覽 還有台灣最南端恆春與最小 離島小琉球書店的一日風景 以及現境內各家獨立書店的 樑下閱讀推薦 要讓閱讀成為一種享受 屏東新聞 張如意 楊振毅 採訪報導